各位学友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探索我们的跨平台的侧类 那我们在这里会用到我们的 之前所学习到的这一个四项 假设性的思维 里头的这一个 第三项 就是这个全脑思考 也就是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在上个小回合当中 我们比较重 花的重心是在 这个Vision 跟这个Reality 上边 我们也观察了 这一个 观想了 这个Vision 那么也观察了 这个Reality 那么也看到它的 这个 漏差 那么我们也做了这一个 Hypothesis 然后呢 给我们方向 找到这一个 以EIT 造型 为主的 一个 作为 发展出我们的 车内 的一个基础 因此呢 让我们 对于这个Vision 会更 清晰啦 原来的 一个观想 看到的 只是一个 Idea 一个梦想 就是 看到的是一个 Idea 跟愿望 就是 像普遍性啦 那么 现在 我们 经过 这个受音推理法 逐渐的 让我们的 这一个 梦想 直接变成愿景 就非常清晰了 比较清晰的 这样的一个愿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运用 左右脑 都来 专注在 这一个 我们 所找出来的 有这一个 简单的造型 有可能的 侧类 还有 这一个 我们的 梦想 那这样构成的 这样的一个 Vision 会更为清晰 更为清晰呢 我们就开始 应用 这个全脑思考 希望呢 透过这个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能够得出 这一个 有效的 策略 出来 有效的策略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先来 帮你做个 Pullend的动作 我们一开始 画的这个图呢 就设定 我们的产品侧类 我们的产品侧类呢 就包括 整个 这个整个都是我们的 一个 产品的侧类 那我们有说过呢 因为我是在 图显呢 这一个 策略 的一个 制定 的一个 思维 一个思路 给你当参考 所以呢 我就把这边 省略掉了 这边的省略掉了 集中在这里 所以呢 这里变成我们的 一个 Initial 初步的 一个初步的 Vision 就是我们的愿望 我们的期望 就是达成普遍性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都可以跑 那这个我们称为 这是一个 Initial 的Vision 我就把原来的一个 产品侧类 一个大的 就整个产品侧类 一个大的 一个Vision 缩小到一个 跨平台普遍性的 将Initial Vision 来说明 这一个 侧类 的一个 助走的过程 好 那我们也应用了 收音推理法 给我们的 引导我们的创意 这个收音推理法 最重要的就是 引导我们的创意 好 那 一开始呢 先从观察 然后到这个假定 然后 找出呢 我们的 一个 一个 跨平台侧类 的一个 Initial 就变成是 Initial的 就是我们在 探寻这一个 跨平台侧类的一个 Initial Stage 一个 出属阶段 那这个时候 在 受音推理法呢 给我们的贡献 就非常大了 就非常大了 OK 就是 受音推理法呢 在上个 小回合呢 已经 引导我们 找到了一个 车内制定 的一个 初期的 一个步骤 那接下去 我们就是 要延伸 从这里 再把它 精湿化 然后一直到 找到一个 有效的 车内 有效的 这个 Strategy OK 好 那我们 因为 刚刚的 受音推理法呢 引导出我们 这个 从 EIT造型 可以 有可能 这是一个 有可能的 因为 这是没有办法被否证的 只能讲它是有可能的 目前还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效 OK 现在只是 因为没有被否定而已 因此呢 我们就得出一个 比较细腻的愿景 这个愿景呢 就包括有 EIT 然后有跨平台的车类 那 这下 就是有EIT 基于EIT的 这是基于 EIT 的 跨平台车类 来达成这个普遍性的愿望 好 所以呢 这一个是比较细腻的愿景 比较细腻的愿景 OK 好 就是 有受音推理法 所引导出来的 方向 方向 那 记得 这只是一个 Initial stage 而已 好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 应用 这一个 我们 第三项的 假设性思维 我们在 受音推理法 大部分是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这里 好 这是 受音推理法 那这是受音推理呢 所表现最漂亮的地方 是在反思跟假定这个位置 好 那接下来我们 就要来运用 这个第三项的 假设性思维 叫做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好 来 得出那个有效的 这一个 有效的车类 这个是 希望得出呢 这个车类出来 得出车类 好 那得出车类呢 我们就开始来运用 这一个全脑并用 这一个全脑并用咯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再复习一下 我们对于左右脑的认识 右脑可以很清晰的 去呈现 这个Impossible Vision Impossible就是 目前 目前呢 这个 reality 这个 还 无法 明确 明确去 关联的 关联的 就是在目前 看起来 依照我们 已有的 目前已有的 这个现实条件 是 很无法去达成的 就是 目前的 现实条件 无法明确关联 找出他的实现 方向的 也就是 在目前看起来 在已知的条件下 是无法实现的 是无法实现的 啊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开出租车的 司机呢 希望 这一个 五年后 成为 这一个 亿万富翁 千万富翁好了 成为千万富翁 对不对 好 那这是 以目前看起来 大家都会认为 那是Impossible Vision 对不对 那 走劳能够理清的是 Past Provision 好 这走劳能够理清的 可能就是 像呢 在 在五年内呢 这个买房 对不对 这个 拿了 三十万 的一个头七款 就可以买 买一栋自己的房子 有房呢 接下去就可以 娶老婆 OK 所以呢 三人买房 五人买 买这个小老婆 不是买小老婆 买这个 这个 这个 娶老婆 OK 所以呢 三人买房 五人 娶老婆 这看起来呢 这个 是 Past Provision 这以目前看起来呢 是 可能的 其实呢 这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个 所谓 Past Provision 就是 左脑 认可的 认可的 OK 也就是 左脑的这个 推理 左脑的这个推理 所能够推得出来的 合理的 一个愿望 那这个是 右脑认可 这个是右脑认可 但是左脑呢 还不认可 左脑呢 还没有这个理清 这个一般人叫做理清 思路 这就是在左脑还没有认可 这叫做 Impossible Vision OK 好 那这个 我们 再来 看看 这一个 例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Vision 就是一个Vision 但是目前的这个Vision呢 透过这一个 收音推理法 所推出来的 这一个虽然已经 蛮细腻的 已经 也不过是不是非常的细腻 但是还好 比较细腻的 一个 这个Vision 但是 这个愿景呢 在这个人的左脑里头呢 是还没有认可的 还没有认可的 所以这个还是归到 Impossible Vision Impossible Vision 所以左脑还是在想 左脑还是在想 他的 Possible Vision 那右脑呢 已经可以认可啦 这一个 这一个 Impossible Vision OK 就右脑已经可以认可啦 所以 在收音推理法推理出来的 一个初期阶段 就是没有办法被否认的 没有 没有被否认的 那 右脑会认可 左脑呢 还不认可 OK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右脑呢 右脑是偏从这个逆向的 右脑呢 可以 比较偏向 逆向的 思考 那这个左脑比较偏向 正向思考 OK OK 好 那这个 啊 西方呢 自从亚里斯多的 柏拉鲁之后 就大大的增强了 长期 长程的 逻辑推理能力 然后他可以支持右脑的想象 然后带动右脑的成长 也带动左脑的成长 就是所谓的全脑思考 好那我们 待会就来 看看这个全脑思考是什么意思 好 那相对的 在这个英国的一个学者呢 专门在研究量子 物理的 或量子的行为的 他说 华人呢 是属于这个 模拟式的 并不是 啊 推理式的思维 所以擅长呢 从过去的事实去模拟 而不擅长长程的逻辑推理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 这个身为华人呢 要要稍微改良的地方 就是 你看相对上 华人本来 如果他讲的是事实 华人本来就不擅长了 相对于 洋人来讲 我们就不擅长 但是 你看 洋人在 这个文艺复兴之后 尤其在文艺复兴之后 其实他自从 亚里士兽的之后 就已经 就已经 要做很多的 长进了 所以呢 相对上 啊 华人呢 是 要更多的努力 才能够 啊 这个实现 全脑 全脑思考的 全脑思考的咯 所以现在 我们就来 说明 怎么样子 让这一个全脑来思考咯 刚刚是说明了 左脑跟右脑的差异 一个是 逆向推理 一个是正向推理咯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做 Mapping Wishing to reality 但是这个时候 要做这个动作 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 记者 有一个起 一个重要的动作呢就是 左右呢 能够一 一统来观想 来观想这个Wishing 应该观想这个Wishing 然后呢 观想之后呢 目的做什么 要引导我们去寻找 所欠缺的 新知识 所欠缺的新知识 OK 所以这个是 我们再回头一下 来 帮你说明一下这个步骤 OK 好 这一个是一开始 只有起始的运景 OK 好 你看起始运景 这是算是第0阶段 我把它ban一下 第0阶段 好 这个是第2阶段 第2阶段是找出来的 这一个 起始点 Initial Stage 透过收音推理法 找出来 对 找出来就得到这一个啦 得到细腻的 啊 细腻的运景 所以呢 有了细腻的运景 就是第3阶段 好 那第4阶段呢 就是要全脑并用 全脑并用在哪里呢 在这里 好 全脑并用 这是第4阶段 要让这一个 要让这一个 左右脑会合 叫左脑不要去想这个 让左脑也能够来看到这里 让左脑也能够看到这里 就是这个 一起的 所以呢 右脑从这里推回来 左脑从这里推出来 所以呢 这叫做走全脑观想 这个 细腻的运景 就是第4步骤 第5步骤做什么呢 第5步骤呢 去发现 unknown 第5步骤发现 unknown 所以我们 寻找到 这个位置的 事物就是这一块 为什么左脑 他不能够认为 就是 possible vision呢 就是因为 少了这个位置 事物在人的 头脑当中 还没有这一块 在 现在的 思考的人的 头脑里头 所以呢 他永远从已知事物 推出来 就是推到 这里就是左脑 左脑会从已知事物推出来 推得出来的 一个这个叫做 possible vision 这个叫做impossible vision 因为他 从既有的事物推不出来 所以呢 透过这个样子来讲 他会 就是 会来找到这个位置事物 对不对 位置事物 他会来找到 好 那 这个算什么呢 这个算是第5个 这是第5个 第5个 然后 第5个第6个呢 就开始 左脑就掌握了这个事物啦 就可以 普通 推出来啦 这是 啊 这是第6 叫做左脑认可 对 左脑认可 然后第7呢 就 得到 车雷 只要左脑认可 表示呢 这一个实现方案 就出来了 实现方案就出来了 所以呢 整个我们现在 的这一个 过程就是这样 我再重复一次 再重复一次 这里比较复杂一点点 好 一开始 是这样的一个叫 起始的愿景 就从产品的车类 的一个 啊 一个 美好的梦想 美好的目标 然后呢 我高老师把它缩小到 普遍性 就当成 initial的 Vision 这是0 接下来呢 透过收音推理法呢 找到一个 啊 这一个 啊 像 EIT 有跨平台的策略 这是 寻找有效策略的 一个 initial stage 就是透过收音推理法的 这算是第2个步骤 第3个步骤呢 啊 这一个愿景就变更清晰啦 就得到更 细腻的愿景 然后接下来第4个步骤呢 就是要应用这里啦 所以第4个步骤呢 啊 先 啊 针对刚刚所做的这个部分 把它 啊 做这个引导 引导左脑 引导左脑来 这一个 看这里 啊 引导左脑 所以这个时候 左脑呢 如果没有经过训练 他可能不愿意滚进 所以呢如果左脑对完成性的假设 越来越熟悉的 他左脑会跟右脑跑 所以呢 左脑左右脑就会 在这边叫做 全脑观想 这个部分叫全脑 观想 这个 愿景 好 那全脑观想愿景之后呢 啊 他就 他就会 啊 倒过来 引导我们 找到这个缺乏的知识 好 因为 左脑很容易看得到 哪个部分 逻辑是不通的 所以呢 就很容易找到 这个位置的失误 当然这里也是 左右脑一起来的 OK 所以呢 因为 右脑带动的左脑在这里 之后两边就可以看出 这一个未知的失误了 啊 未知的失误了 所以这是5 那么第6呢 啊 就是 左脑掌握了 这一个所有的知识 啊 他的知识长进了 所以他就认可了 因为逻辑推理了 事实根据越多 他就推理出来了 所以他就认可 这一个 所以呢 这个Vision 就变成叫做 Possible Vision 对不对 就变成Possible Vision 那 一到 左脑认可呢 就可以得到 此类咯 实践的方案就出来了 OK 这个 过程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你看这个引导 啊 这一个 首先呢 引导这一个右脑 引导左脑 来做全脑观想 啊 第1个 这是 啊 右脑 引导 左脑 对但是这个时候左脑要有 这一个第3项的假设性思维 不然会引导不动 好 一旦他跟 右脑跟 左脑跟右脑走啦 好 好 就达成了 这个全脑观想 细腻的愿景 观想 观想这一个 遍景 对不对 就是两只眼睛都观想到这里来啦 好 之后呢 之后呢 再回来 第3个 再来思索 这一个 找到 unknown 找到未知的失误就找到这里啦 那第4个 就是学习 未知 这个 未知的 啊 啊 这个 啊 东西 就是这个 unknown 学习这个 unknown 所以呢 unno就变成 no啦 所以呢 这一个 5呢 左脑 认可 对 啊 所以呢 这一个 6呢 impossible possible vision 变成呢 啊 变成 possible OK 变成possible vision 好 变成possible vision 好 那这个时候第7呢 就是 得 啊 方案 可实践的方案 所以呢 这就是 啊 这一个动作 他这个动作呢 就是 引导 右脑 啊 就是右脑引导左脑 让左脑跟着右脑走 对不对 然后在一起观想 这一个愿景 一起找这个未知的事物 然后呢 左脑去 认识已知事物 扩大 左脑的 这个推理基础 基础 扩大左脑的推理基础 因此呢 左脑就会认可 impossible vision 这个时候 impossible vision 就变成了 possible vision 那这个时候 就得方案了 得策略了 OK 好 现在已知的事物 就是有 终端厂商 必须使用别人的芯片平台 却被签绊了 必须使用 Android平台 变更平凡 还有 我们收集到的 更多更多的 这个事实的 一些试据 等等的 都是 已知的事物 这是已知的 事物 好啦 那开始探索未知的事物 想去呢 Note and Note 探索未知的事物 未知的事物就是这一段 未知的事物 然后呢 现在全脑 看到的Vision 就是普遍性 跨平台车类 以及呢 EIT造型 在这一个的 指引之下 左右脑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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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探索 学习呢 未知的事物 那么 这个探索呢 是 右脑肌多 学习呢 左脑肌多 所以呢 从这个EIT 我们就会引导 我们比较重视的 是这个 Android的多层级框架 还有 因为EIT是以I为主体 为主角 所以呢 会让引导我们去重视 框架的这个API 框架的API的部分 然后呢 也会 这一个 引导我们 重视这个 芯片的接口 所以呢 就会发现 有些 接口呢 表现在 芯片厂商自己提供的 驱动API 有些隐藏在Android的 框架API的幕后 OK 那这个是在 原来呢 我们并没有去注意到 框架 没有注意到接口 那现在 是因为在我们的 这一个 愿景里头 细腻的愿景里头 已经 涵盖了一个 啊 这个 细腻的愿景里头呢 啊 涵盖了 这一个 啊 Vision 啊 细腻的愿景在这里 细腻的愿景 涵盖了 EIT 跟这个侧类 啊 是基于 EIT的 所以呢 啊 我们就会引导 我们去寻找 这个Android 方面 的这一个 多层级的框架 还有 平台表现在 API上 OK 然后还有 这个芯片厂商 的 有时候改的时候 他会 啊 这一个 隐藏在Android的 框架的背后 他也会提供自己的 启动API 啊 所以 这个就未知的失误咯 那我现在一样 不是在告诉你 啊 我在制定这个策略说找到多少未知失误 我现在只是在告诉你这个过程 啊 在这里一样 这个阶段 要去找 要去 探索 这个未知失误 OK 接下来呢 啊 知道了哪边是未知了 现在要去 走脑去学习 啊 更多的研究 这主要是左脑的动作 啊 左脑呢 啊 这叫做study 啊 左脑要去study 那这边只是 啊 去 啊 发现 发现什么是未知 对 叫no and know 知道 哪里不知道 这里只是 知道 啊 知道 哪里 哪里 不知道 啊 这叫做 啊 知道哪里不知道 啊 那这边是 把不知道 变成知道 OK 啊 这两个要能够气温的出来 这个不叫 这边只是搞清楚了 哪部分我还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这边是 把不知道的 变成知道的 所以 啊 就开始了 开始起步 开始去学习了 准备study 而且呢 把study什么 study and know study and know 然后呢 目的呢 把它变成 no 啊 是变成 no OK 所以呢 就开始展开 对EIT造型 跟android框架 做一个 很细腻的 一种学习 啊 很研究 所以深入探索未知事物 让它变成一支 成为走脑的推理基础 这是目标 所以呢 这里是在帮你复习一下 啊 这是未知事物在这里 啊 对未知事物 OK 那这个时候 这个右脑只是会隐隐约约约的知道 哪里不知道 对不对 那怎么把不知道并知道 是左脑的事 啊 那么哪里不知道 比较偏向右脑的事 所以右脑呢 很容易发现 哪里是 该知道 而还没有知道的 好 那左脑呢 就会引用 现有知道的 去做推论 啊 去做推理 所以呢 啊 了解的 这个 把左脑 右脑发现 哪里不知道 左脑去把不知道 变成知道 之后呢 他就变成左脑心中的 已知的事物 然后就开始依照这个推理 这个推呢 就推到这里来了 就推到这里来了 所以这个 就已经 叫做 叫做 past provision OK 就这样子 叫past provision 然后就刚刚看过了 那么 既然知道了 未知的事物在这里 那么 就由左脑 来study 把它变成已知 右脑发现未知的事物 对 左脑去把未知变已知 然后呢 两 左脑就开始 做推理了 就开始做推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都是在 要很重视的就是 这个过程呢 都是在引导 我们去 study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展开 这个Android的 多层框架的study 然后就发现 这一个 要掌握呢 Android的知识点呢 从这个框架切入 是最好的 它是一个开放的 一个平台 那么如果我们 可以从这个架构切入 就等于从树干 结构 一目了然 而不必 去猜测 各式各样的 各层级的 这个架构 然后这里我只是给力 说这个 左脑开始在study 这个未知的事物咯 这原来是 在原来是未知的 原来未知的 后来发现 这个很重要 才能够把EIT 跟车类 把它对接起来 所以呢 就去study 好多东西咯 例如呢 它是一个 多层级的框架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切入 那么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原来在这里有这么多框架 WebView FoneGap 然后 应用框架 这是ZMI的接口 系统服务框架 硬件抽象成框架 启动框架 哇好多框架 对不对 然后左脑就继续学习咯 左脑要学习到 在Google来讲 就是这样 应用框架 对不对 应用框架在这 然后呢 应用在这 对不对 然后这是 系统服务的 这是HAL 这是Linux的 然后更 继续的 Style更多东西 那再仔细发现 原来Android的框架体系呢 是 很多系统功能呢 都是 都是独立成为一棵树的 就是说 这一个 Media Player 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就有 树干 树枝 树叶 有树根 树干 树叶 这样完整的 那么 如果另外一个叫Sensor Sensor Sensor 传感器 那它本身 也有树根 树干 树叶 这样子 所以Android就像宜宙森 Bluetooth Media Player 都是一棵树 那它的组成的结构是这样 这个就是 走脑去study 去study Android 就依照 Vision 的一种 啊 的一种 引导 所以你看 Bluetooth啦 Location Media Player 都自己有自己的贯穿 整个 各层的框架 贯穿 各层的框架 贯穿各层的框架 所以呢 Media Player 以这个例子 它就贯穿了 这一个 ZNI 贯穿了这一个 应用框架 还有 Service 还有HAL 还有Linux 各层都有 各层都有 接下来Location 也是一样 它的个层都有 然后呢 看来是蛮有 规律的 所以就看到啦 我们有机会 从简单中 掌握 複杂了 因为 它有一个 基本的结构 OK 所以我们再 仔细发现 它在个层的框架 基本元素呢 以这个 EIT的 代码造型呢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OK 所以每个地方 都有它的 EIT的造型 这个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所以跨 跨语言的 用C的也有 用C++的也有 用Java的也有 用Forgap的通通通有 OK 然后呢 因此呢 就 把这一个 EIT 跟Android的框架 就把它连接起来 就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 这样 EIT加Android 框架 就成为我们 在制定 跨平台车内 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又往前推进一步 原来 只想 EIT 然后来 这个 支持呢 有效的 这个车内规划 有效的 这个跨平台的车内规划 那经过这样的study之后 把这个未知的事物 Android框架 弄进来 之后就发现 Android框架跟EIT 是息息相关的咯 所以我们就可以 应用 EIT 跟 这个 Android框架 这两个 基本知识 那么来做 推论出 我们的策略 以及 看看 有没有 逻辑呢 可以通到我们的 愿景 所以看来呢 这个佐脑 越来越happy 因为 有更多的 未知 进来了 那佐脑呢 就会 逐渐的 找出他的逻辑 基于这个新的事实 然后呢 尝试着 去观想 这个右脑 引导给他的 的这一个 观想 这个愿景 那么佐脑呢 就会越来越happy咯 因为他看到了 这个更多的 这个事实进来 然后 这个 变景呢 逐渐的 从impast provision 就逐渐的 变成past provision咯 所以呢 大家就 高兴了 因此呢 因此呢 我们就 这个 达成了 一个我们 阶段性的目标 就是 这个 学习的 未知的知识 已经让他 变以知了 这个以知呢 已经大大的增强了 佐脑的 这个 长城 逻辑推理的基础 因此呢 总统 逐渐的 认可 越来越认可 这个 impast provision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 就任务 就是把 impast provision 变成了 past provision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大家